今天教大家玩一个超简单的Insta360 Shotlab 特效 只需要一部Insta360 相机加一只脚架就能玩到 而且拍这个特效的时候不会好阻到人 它就是Giant Jump 巨人跳跃 我还会分享三个拍摄的提示 令你玩这个360 特效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 事不宜迟,我们去片 要准备的东西只有三样 第一,一部Insta360 相机 1X2, 1R 甚至舊一些的1X 都能玩到 一只脚架,用脚架自拍棍也可以 桌面脚架也可以,因为不需要升高 等一会赶点影你就会明白 一部转到Insta360 App 的手机 留意舊的手机未必玩得到,又或者玩得好 建议大家去官网看看 App 对手机的最低要求 连续我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By the way, 我是特蓝鞋 因为知道不少观众都还在用舊机 所以我才特地选一些连舊机都玩到的 Shortlab 特效去拍这个教学系列 等大家齐齐有得玩 这个系列会说九个连Insta360 One X 都玩到的 Shortlab 特效 今次就是第六个 我将之前五条教学片放在下面影片描述栏里面 有兴趣的话看完这条片可以下去看看 拍摄方法很简单 拍摄方法很简单 用影片模式设计为5.7K每秒30格 相机连脚架放在地上 不用升高脚架的 游得部相机贴近地面 这样拍你才会变成巨人的 我自己就喜欢用原厂的脚架棍 因为随时可以变成脚架棍 这支脚架棍的评测片放在描述栏里面 之后可以去看 开始录影 再向后退一小步 记得不要捞那么大步 要和相机保持少过一米的距离 都说这次不会阻止其他人的 那捞大步了有什么后果 去到剪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原地跳一下 两秒之后再跳多东西 同一个动作在六个不同地方做六次 拍六条片 搞定是不是很简单呢 不过有个竅门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选哪一道来跳都很紧要 巨人跳跃和其他都是玩tiny planet的特效不同 小星球不像jump planet 在影片中间 而是靠近影片的底部 而且只能输出九比十六直到影片 小星球两边的空间有限 未必展示到所有东西 下面的景物会被剪掉 反而在你身后的景物会最抢镜 因为它占了最大的画面 即是代表你要背着最靓的景物来跳 这个画面就会有趣一点 例如这棵树放在后面就对了 而将这两栋建筑物放在左右两边就不对了 好 我们现在进去APP看看怎么剪 今次都是用insta360的原装APP 不用钱的 走入去故事 拉到下面 找巨人跳跃按下去 按这个黄色键 选六条你要用的片 先后顺序没什么所谓 进去有得再选 之后按Tick好 AI就会做事 帮你修剪好每一段影片 这个就是我喜欢玩insta360相机的原因 它们用AI帮手令到特效很容易就玩得到 在这里你可以看AI剪好的每一段影片 还有看看那段影片有没有问题 顺便说第二个提示 就是究竟离想机多远起跳 你看这段影片个人太小不像巨人 原因是个人走得太远 没有了头大身小的效果 这个特效要玩得对就一定要站得够 官方建议80cm远 简单来想如果你有170cm高 那你真是玩我 哪有170啊我们 同步相机隔开半个人高的距离就对了 又或者可以用对鞋去量 如果你穿8号鞋 大约3个鞋位就差不多80cm 这样设计距离就容易很多 继续讲之前 觉得这个教学帮到你的话 记得给个like我 如果刚好要买360器材 请考虑用我的专用连结去买 对你没有额外成本 但我赚到点用可以买更多360配件来拍片 多谢 影片可以的话选择影片次序 按分享键 它就会直接输出影片 和之前玩的几个特效不同 这个没得让你再设计其他东西 我想转音乐都转不到 和之前一样如果想影片漂亮点 就去自定义将解像度和beat rate 调到最高 还可以把色彩增强 剪片就是这么简单 想玩得特别一点 和你讲第三个提示 就是起跳时做点手脚 对啊 真的做一下手和做一下脚 特别是对手 如果站好位 你对手会在画面很多眼的位置 每一跳都用手做点特别动作就对了 另外不一定是要你跳完六次 你可以换人来跳 跳跳下换个人 画面变化就会多些 如果你刚刚有五个朋友陪你一起 这条影片应该会挺正的 这个九集的教学系列 还有三个Shotlab特效尾组 下一个教学我会讲多点zoom 滑动变焦 想看的话立刻订阅我的频道 留意下我将来出这些教学影片 我是大蓝鞋 没什么我出去拍360 下次见拜拜